那二 上次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 那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然而上次我们只说了 那与水的反应 这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还有酸碱盐呢 让我们愉悦地接受挑战吧 上次我们说 那与水的反应 本质上是那与水中的氢离子反应 那么那与酸怎么反应呢 由于酸能够电离出一大坨的氢离子 没错 一大坨 多大一坨呢 反正比水能电离出来的多得多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毫无疑问 要和这一大堆的氢离子反应 就好比你原来在跟两个 赤手空拳的肌肉男搏斗 这个时候 你背后突然出现了五个 拿着刀 带着棍的肌肉男 你说你先对付谁呢 虽然最后的结果差不多 都是你被暴打一顿 但是肯定现在对付来世最凶猛的那个 因此呢 钠与酸的反应 就是钠先与酸反应 如果酸反应完了以后 还有多余的钠 再与水中的氢离子反应 除此接触高中化学的同学们 总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因为钠都是先与水反应 甚至轻氧化钠 然后再与酸中和 这个结果看上去是挺和谐的 然并然 我们还是按照客观事实来写方程式 自己想当然乱写的话 将来报道出了偏差 还是要负责任的 接下来呢 是盐 首先呢 是氯化钠溶液 这溶液骨骼这么清奇 那怎么反应 没错 那就是跑剧 先跟溶液中的水反应一下 毕竟无论是钠离子 还是氯离子 都是自家人 第二 硫酸同溶液 由于钠单质 既没法跟同离子反应 也没法跟硫酸根离子反应 所以呢 这个反应还是钠跑剧 先跟水反应一下 生成的氢氧根离子 再与同离子反应 两个氢氧化钠和硫酸酮 反应得到氢氧化钠和硫酸钠 这个反应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为什么我们在初中学习 智患反应的时候 没有学过甲钙钠的智患反应呢 是因为啊 它们太过活泼 以至于对金属根本不感兴趣啊 直接先跟水私奔了 第三 硫酸氢钠 这种盐呢 看似神奇 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酸 套了一个盐的外壳而已 硫酸氢根 可以完全电离成硫酸根和氢离子 因此钠 还是颠颠地跑过去 跟氢离子反应了 在那的化合物里面 除了氧化呢 和过氧化呢 这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CP之外呢 还有一对神奇的组合 碳酸钠和碳酸钦钠 与其说这俩是CP 倒不是说是兄弟更贴切一点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啊 然而这一年头嘛 你懂得 兄弟CP常见于各种单位文重 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外形上来看呢 碳酸钠成粉末状 而碳酸钦钠呢 是细小的晶体 维持第一次听到这个判断方法的时候 蛋都碎了 像我这种近视800度的人 那他一辈子就分不清这俩货了吗 别急 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将两者同时溶于水中 都会放热 放热更多的就是碳酸钠 什么 你皮涂肉厚摸食管没感觉 在两者的溶液当中 滴入分泰溶液 居然变红了 这就很尴尬了 两个盐 怎么就能先减性呢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且看本期走进科学 不 学战乐园 带你解读 之前的内容呢 我们说过 水虽然是弱电解质 但也可以电离出 氢氧根离子和氢离子 而碳酸钠和碳酸氢呢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碳酸钠电离出碳酸根离子 碳酸氢钠电离出碳酸氢根离子 去勾引水中电离的氢离子 双方一排即合 很快达到了生命的大和谐呀 氢离子和碳酸根 碳酸氢根 结合成了碳酸 水中只剩下一群 被人半路抢亲的氢氧根离子 它们重新变成了 孤苦伶仃的单身狗啊 而这些多余的氢氧根离子 就使得溶液 对外呈现出了碳酸 由于碳酸根离子 能够抢走更多的氢离子 所以碳酸钠表现出的碳酸更强 哎呀妈呀 这一故事 怎么跟胡哥和霍建华有点像呢 当然了 你可以把两种物质 放到干锅中灼烧 碳酸氢钠受热一分解 碳酸钠 窥然不动啊 不瞒你说呀 为师当年 看到这些判断方法的时候 内心是拒绝的 什么 这么漏的办法 我真的是在学高中化学吗 怎么感觉全都是初中级别的呢 事实上 我之后才发现 能够把初中化学的反应 玩出不一样的内容 才是高中化学的厉害之处啊 就好比小孩子乱弹钢琴 你可能一巴掌把它扇下去 然而人家周董 却有本事根据那几个音符 写出一首歌来 这个呢 就是境界上的差别了 比如我接下来要说的 这两种物质与盐酸反应 大家很快就能够写出方程式 反正都是生成二氧化碳 水和氯化钠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刚低下盐酸的时候呢 碳酸那中几乎没有气泡产生 这是因为啊 碳酸根先要结合一个氢离子 生成碳酸氢根 然后才能够变成碳酸 中间这个微小的过程 就是高中化学 教给我们的离子反应的奥义了 最后呢 来说一个很有个性的反应 颜色反应 而我的上帝啊 这真是太污了 我发誓我不是故意说错的 咳咳 验色反应 也就是说呢 某些金属在灼烧的时候 能够使火焰变成独有的颜色 验色反应虽然现象明显 实验的要求却比较高 由于很多金属都有验色反应 所以呢 我们必须保证 一种金属燃烧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杂质参与 进行验色反应应该使用薄丝 把嵌在玻璃棒上的金属丝 在吸烟酸里蘸洗 除去表面氧化物以后 放在酒精灯的火焰里灼烧 这到跟原来的火焰的颜色 一样的时候呢 再用金属丝 这样被检验溶液 然后放在火焰上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被检验溶液里 所含元素的特征验色 做完一种金属的实验之后呢 重复以上步骤 清洗完毕之后 再进行下一个反应 需要特别注意的金属是假 由于它的验色呢 很容易被钠的黄色覆盖 所以在观察时 应该透过蓝色谷玻璃 捋去微亮纳眼 产生的黄色的弓 造成的干扰 其实呢 艳色反应应该算是 高中最欢乐的实验之一了 尤其是铜在燃烧的时候 发出的绿莹莹的光 感觉自己像是伏地魔附体 可以施展阿瓦达佐命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